金丝堂还没有取好之前 每一次我经过金丝堂 我都有一个心愿 说金丝堂好了 应该需要很多人力来打扫 所以我每次跟我师兄讲 我要安排时间 我要来这里付出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祭金丝堂 是民众认识慈祭的大门 也是多功能的社区道场 有慈祭社会教育推广中心 带幼儿园 禁思书宣等空间 总面积三万三千平方米的场所 如何维持整洁庄严 发挥无声说法的功用 社区志工踊跃报道 欢喜承担 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做一点点 你不能够拿中的 你就做情的 有做到义工 福田 回去累都好 觉得很开心 都很值得这样 每天轮班报道的志工 平均十位左右 周末则多达三四十位 其中身为福田组组长的蔡树英 很难想象以前的她 从来不动手做家务 面对庞大的清扫空间 患有眼疾的蔡树英 克服生理与心理障碍 勇于承担 并在福田组伙伴的身上 体悟到打扫是在清除自己的习气 包括有的志工 洗厕所后 还要拿一块干部去骂那个马虫 我说自己要骂吗 他说要 不然人家坐下去会试试 衣服都会试 我说好用心哦 这个是去那里学 所以我说要做很欢喜 很甘愿 庄严美观的道场 美在景观 更美在众人的用心 戴新闻林志勇 肖文颖为配合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